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财经点评 今天是1月29号星期五 我是Ellen 那在本月月中的时候 我们是看到了最新一期的中国信贷规模的数据 那同时呢我也对比了我们上证指数 与信贷规模的走势关系 那除去2015年之外 最近10年左右的时间 两者的走势基本是一致的 那为什么2015年会出现两者走势的差异呢 那因为2015年当时A股出现风牛行情之后 最后失控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当时很多的融资融券来自于非官方渠道 那关于这样子的结论总结起来就是 最近信贷规模的见顶 可能会是最近A股行情出现波动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当看到这样的数据得出这样的逻辑与推理之后 那我们A股的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呢 当看回2020年这去年一整年的A股走势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A股的投资者朋友们 在前三季度的收益都是非常丰厚的 但我们的这份收益在第四季度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利润回吐 但希望是瑕不掩喻 面对这样的一个复盘 我们总结起来最直观最简单的结论就是 我们可能需要保持策略方面的灵活性 最简单的策略就是在适时进行满仓与半仓的选择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欢迎喜欢我们内容跟认可我们内容的朋友 点赞与转发 我是GoMark Stylen 我们下期节目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